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手机网络好像不只是越来越快还越来越聪明了 那你知道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场足以改写全球科技版图的惊天布局吗 2025年AI霸主NVIDIA和电信巨头NOKIA做出了一个震惊科技圈的决定 双方正式宣布缔结史诗级的战略同盟 没错就是那个曾经斥扎风云的手机王者NOKIA 遇上了现在站在世界巅峰的NVIDIA 这次合作的规模之大 虽然双方没有公开具体的股权交易金额 但业内分析认为这场技术整合的价值绝对是以10亿美金为单位计算的 NVIDIA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赚股价 而是想要把AI的触角从资料中心一路延伸到基地台 再进入你手上的手机里 这支影片我们就来彻底说清楚这场交易背后的深层盘算 还有这两家公司跌宕起伏 甚至几度濒临死亡的超精彩历史故事 我们从头开始说 1865年芬兰有个偏远的小镇上开了一间木匠厂 后来这间厂转型成做橡胶 再做电缆 最后跨足电子产品它的名字就叫做NOKIA 这家公司的基因里就写着转型两个字 到了1980年代 NOKIA压住移动通讯 开始做无线设备搭上GSM技术的顺风车 到了1998年NOKIA正式打败Motorola 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品牌 鼎盛时期NOKIA一年卖出超过4亿只手机 全球市占超过30% 那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一只NOKIA 但也正因为太成功反而成为他们的罩门 当iPhone和Android横空出世后 整个智慧手机时代来临 NOKIA却死守自己的CBN系统 不愿全面转向Android 他们认为自己的市占率无人能敌 这时候一个极具争议的关键人物登场了 来自微软的Steven Elobe 接任NOKIACEO 他上任后发出了那封科技史上最著名的 燃烧的平台Burning Platform被网络 他对所有员工说 我们就像站在一个炷火的转油平台上 火事已经烧到了脚边 只有跳进冰冷的海水里才能求生 而他口中那冰冷的海水 就是放弃自家的CBN 全面倒向微软的Windows Phone 这是一个豪赌 也是一个灾难 当时NOKIA内部工程师 其实已经做出了触控体验 很好的Migo系统 这本来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却被Elobe一手砍掉 外界甚至一度盛传 Elobe是微软派来的特洛伊木马 目的就是把NOKIA骨架打趴 好让微软便宜收购 不管真相如何结果是惨烈的 短短三年 NOKIA市值蒸发了90% 2011年推出的Windows Phone市场完全不买单 用户流失品牌声势一路崩盘 到了2014年 NOKIA终于撑不住 干脆把手机部门整个卖给微软 从此彻底退出手机战场 很多人以为NOKIA就这样没了 但其实他们还有一块很强的生意 电信设备 他们早在2000年代就默默累积不少网通技术 2014年吃下 Siemen是在NOKIA Siemens Networks的股份 更关键的转折在2015年 NOKIA买下Alketolucent 这笔交易最惊人的地方在于 连传说中的Bell Labs贝尔实验室 也一起买进来了 这里必须停下来讲一下什么是Bell Labs 这可是科技界的圣地 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电晶体雷射太阳能电池 是语言UNIX系统 甚至连我们现在用的通讯理论 全部都是这里发明的 他拿过酒作诺贝尔奖 收购了Alketolucent 意味着NOKIA继承了人类通讯史上 最尊贵的血统 成为世界级的电信技术公司 这也是为什么NVIDIA 这么看重NOKIA的原因 他们手里握着的专利强厚道 连Apple和Samsung 每年都要乖乖付他们保护费 所以现在的NOKIA 是靠着GD台交换器 光纤设备活下来的B2B科技巨头 也因为美中之间的技术对抗 让华为被限制 NOKIA和Eriksson 就成了欧美市场的主力选择 只不过电信设备这么深意 成长缓慢 利润不高 NOKIA也苦思转型 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 改变一切的关键角色 NVIDIA NVIDIA的创办故事 同样充满了戏剧性 1993年 三位工程师 在美国一间Dennis餐厅里 一边喝咖啡 一边白纸画梦 决定成立一间 做图形预算晶片的公司 取名NVIDIA 但早期的NVIDIA 差点撑不下去 第一款产品 NVIDIA虽然概念先进 但因为不兼容主流标准 完全卖不动 那是1996年 公司资金只够再活30天 创办人黄仁勋 面临一个两难 他们当时的晶片架构 选错了方向 继续做必死无疑 但如果重做前 根本不够 这时候黄仁勋 做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 他硬住头皮 去找当时的合作伙伴 SEGA 诚实地说 我们的晶片失败了 但我需要你们把剩下的款项付给我 不然我们会倒闭 你们也拿不到东西 奇迹的是 SEGA的社长竟然答应了 拿着这笔救命钱 黄仁勋孤注一掷 把所有资源 全部压在下一代晶片Riva128上 他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 如果这个晶片失败 我们就从地球上消失 幸运的是 这场好赌 他赌赢了 靠住Riva128的成功 以及后来大红的GeForce系列 NVIDIA终于打进全球电竞市场 但这段期间 NVIDIA过得并不安稳 晶片巨头Intel看到了GPU的威胁 开始用各种专利输送和搭售手段 围剿NVIDIA 甚至一度把NVIDIA逼出晶片组市场 这让黄仁勋意识到一件事 既然篱下的硬体生意是不安全的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灵魂 于是他决定创造一个软体平台 让GPU不再只是受制于CPU的附属品 2006年 NVIDIA做了一个很疯狂的决定 他们推出CUDA平台 让GPU不只是跑游戏 而是能拿来跑数值模拟AI深度学习 这条路前几年几乎没人信 华尔街甚至嘲笑他们在浪费资源 直到2012年深度学习崛起 NVIDIA一息之间变成人工智慧界的神器供应商 现在全球超过80%的AI训练都靠NVIDIA的GPU 连全球超级电脑的七成都跑他们的晶片 他们不只是卖硬体 更建立了整个AI生态系 但NVIDIA不满足 他们的目标是把AI从资料中心搬到云边缘 搬到中端装置 也就是手机跟基地台 而基地台这一段就需要靠像Nokia这样的伙伴 NVIDIA最大的痛点就是 太依赖云端巨头 他们最大的客户几乎都是像Amazon Google Microsoft这种超大规模云端公司 这些公司买得起上万颗H100或B100GPU 盖超级电脑没再手软 可是问题来了 一来这些客户本身也在自研AI晶片 比如Google有TPU Amazon有Trainium 搞不好哪天就不买你NVIDIA了 二来整个云端市场的成长也不是无限 未来能跑出来的AI公司 可能没几家会需要那么大的算力 所以NVIDIA要找新的成长曲线 而这条曲线就叫做AI边缘运算 NVIDIA推出了NVIDIA Aero平台 这就是未来的AI Run核心 这是一种专门给基地台用的AI加速架构 把无线电运算感测器整合在一起 而Nokia正好就是全球仅存几家 能做行动网络基础建设的公司之一 当NVIDIA找上门说 我们来一起打造AI世代的基地台吧 Nokia马上懂 这是一次可以改写命运的机会 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结成AI Run 长期合作伙伴 Nokia承诺把自家的5G 6G软体 全面移植到NVIDIA的平台上 以后每一座AI基地台 里面都会有NVIDIA的算力加Nokia的通讯技术 这到底能做什么 简单讲 以前的基地台只负责收讯转资料 不处理内容 现在NVIDIA的想法是 既然你基地台都在那边了 为什么不顺便加一颗GPU在本地跑一点AI 比如第一个是自动风暴分类 把不必要的资料 在基地台就丢掉 不用传回核心网路 第二是及时压缩影像 大幅降低频宽负担 第三集是AI服务 在6G时代支援ARVR及时翻译AI语音助手等等 都可以提前在基地台做运算 还有一个更疯狂的应用 数位双生 Digital Twin NVIDIA有一个叫做Amniverse的平台 目的是在电脑里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地球 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 所有的机器人产现温度 甚至空气流动 都通过Nokia的6G网路 毫妙不差地同步到NVIDIA的AI里 管理者不需要去现场 在虚拟世界里调整参数 现实工厂就会跟住变动 这需要极致的频宽和极致的算力 缺一不可 这才是这两家公司联手的终极图景 这样一来用户体验会更顺 电信商也可以节省频宽成本 更重要的是 这会让NVIDIA不再只是一家AI晶片供应商 而是整个网路结构的主导者 这不是只是卖一块板子 而是要主导整套架构 这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NVIDIA会看上Nokia 因为全世界能做基地台 软体光纤网路 又不是来自中国的厂商 其实只剩下两家半 Nokia Ericsson还有半家的Samson NVIDIA跟Nokia结盟就可以做到几件事 第一把AirRAM变成业界标准 第二把CUDA平台深入到电信业 让开发者习惯在NVIDIA架构上开发网路应用 扩大生态系 第三从原本云端的80%是占 延伸到边缘AI这块还没被谁吃下来的市场 对Nokia来说 这当然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黄金机会 Nokia虽然退出手机市场 但他们的强项在于网路设备跟专利技术 只是这几年很苦 5G投资进入冷静期 电信商都在销资本支出 竞争又激烈 Nokia一直苦思转型 现在NVIDIA上门不只带资金 还带技术 带新产品 甚至带新市场 而且更重要的是品牌转型 以前大家想到 Nokia脑中浮现的是一只蓝色的手机 或者是你爸妈那只砸不坏的功能机 但从现在开始 Nokia想让大家看到的是 一间AI基础建设公司 一间帮电信商打造智慧网路的科技供应商 一间在6G时代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核心玩家 这笔合作让Nokia获得了未来感的一张门票 有了自成关系 Nokia在对外招商产品升级政府标案 全部都能更好谈 你说以后欧洲在做AI通讯基础建设 会不会优先考虑Nokia 很有可能 这不只是一场商业合作 更是一场地缘政治的重组 美国过去在5G世代完全输给华为 这次NVIDIA加Nokia的组合 可能会成为6G时代美国阵营的翻盘希望 因为你要主导6G 就不能只是有晶片 你要整套系统都能提供 NVIDIA加Nokia 就是这样一套从晶片到基地台的系统 整合供应链 最后讲点现实的 这场交易真的会成功吗 答案是 目前看起来前景乐观 但挑战也不少 对NVIDIA来说 它们虽然强 但毕竟对电信业不熟 过去电信是非常封闭又官僚的产业 牵涉到大量标准法规认证设备相容性 没有几年磨不出产品 对Nokia来说 这次转型算是赌上未来 能不能真的把产品从传统基地台 进化到智慧型AI基地台 是个大挑战 还有一点就是 电信商买不买单 因为要导入这种AI认 需要重新调整整个基础架构 教育员工甚至是换掉部分供应商 不是说你有技术就能卖得出去 不过从目前来看 T-Mobile US DAO等大厂都已经开始参与第一波实验 也让人期待这场合作会渐渐扩大 那影片最后我们来做个简单总结 NVIDIA看中的是什么 不是股价是通往6G的一张票 它们要的是未来所有基地台上都装NVIDIA晶片的那一天 而NOKIA要的是什么 不是活下去 是重新站上世界舞台 它们要的是从大家眼中的失败者 变成AI基础建设的关键推手 所以这笔交易不只是两家公司交换资源 而是两条过去看似无关的道路 在未来科技世界里交汇 如果这场赌局成功了 我们未来用的每一个讯号 每一笔资料流可能都经过NVIDIA加NOKIA联手打造的智慧网络处理过 而我们也正在见证一场AI扩张版图的大事件 喜欢这类故事的话 别忘了订阅 下次还有更多 科技幕后的故事要说给你听 我们下集见